嗨 大家好 我是Emm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是口红控 或者就是唇膏控 叫lipsic tag 大概就是有好几个问题 然后我回答一下 就是全部关于口红的 我感觉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 我都是在录那种生活日记 然后没有坐下来录美妆视频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就是这个星期或者和下星期 11月份我可能会多出一些 跟彩妆有关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念一下 这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我也会 就是这些问题提到的口红 我也会一一的试色给大家看 就是真人试色 包里随身鞋带的 最近刚买的 第三个就是最爱用的 第四个就是最重口的 最适合秋冬的 很后悔买的 改大不出错的 就是最爱的lip combo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你包里最长鞋带的 这个是第一个鞋带的口红 它其实就是一个润唇膏 带一点点的粉色 或者就带一点点的红色 非常非常滋润 有时候就是嘴唇干的话 就可以涂这个 第二个呢就是 Lorac的唇蜜 是我今天嘴上擦的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偏紫点的豆沙红 这个是很小装的 就是这个颜色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最近买的口红 Mac这个口红 它的色号叫World 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非常高端的棕色 我买这个口红原因是因为 我有个朋友叫Angie 你们应该知道Angie是谁 然后他之前有个视频里头说 好像是眼镜装的那个视频 然后他用了这个 如果你们觉得姨妈红是重口 请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最重口的口红 蓝色的口红 还有一根 我等会儿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是Mac的一个 紫色的 深紫色的唇线 美宝莲的一个系列 叫什么Bold系列 然后他的色号是835 也就是Sapphire Siren 还有点缺点就是 他上次的时候非常的 我一下能看到你的唇色 就叠加好多次 才能涂出来蓝色 其实你这样仔细看 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的 你的本身的唇色 第二个重口的颜色就是这个 这个是Mac的一个唇线笔 它的颜色叫Cyber World 上面这个颜色 下面是刚才那个蓝色口红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真的就只能万圣节的时候出门 或者就是你参加什么 漫展啊那种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最适合秋冬的口红 还是这两个口红 两个都是OFRA Cosmetics的 这两个是他旧包装 因为是去年他刚出的时候买的 后来他们暑假的时候 还有三四月份时候换包装了 橘红色颜色叫Miami Fever 这个就是姨妈色 就是很多人觉得 非常重口的颜色 叫Havana Night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我选择这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口红是我在去年 11月份和12月份买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每次一看到这些颜色 就能想到冬天的那种 最后悔买的 现在还没有买到 就是让我非常后悔的口红 因为我一般买口红 之前都会做好功课 或者就是看别人是色好看 我才去买的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百搭不出错的 百搭不出色的口红 就是我现在正在涂的这个口红 我觉得所有适合任何 妆容的口红颜色 就是裸色 如果你眼妆非常浓的话 一定要用一个裸色的口红 这样综合一下 你的妆面就不会显得 就是非常的不平衡 尤其是亚光之类的裸色 真的是很好看 叫656 Clay Crush 这个裸色是裸色偏橘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刚才试色试太多之后 嘴有点太红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最爱的Lip Combo 就是你最喜欢把哪两个口红混到一起 无印良品应该来找我做广告了 因为这个我之前出过好多视频 就一直在狂推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真的很好用的一个唇线笔 然后它也非常便宜 它好像就人民币28块钱 我现在是单涂了一个这样的颜色 就是这个是我单涂这个唇线笔 然后上面再用一个裸色 叠加到一起 如果呢你家里有一个非常颜色太浅了 就是如果你单涂那个裸色 就是简直就是没有气色的 然后你那个口红你不要丢掉 你去买一根无印良品的那种唇线笔 4号是玫瑰红色 用它涂满整个嘴唇之后 在上面再叠加一层 你买错了 就是买了不好看的那个裸色 你叠加出来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 很高愣的一种裸色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想让其他某些博主做这个视频 Jason 你还要叮叮叮 哦 Emma 火锅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因为我应该想让挺多博主 都想做这个视频的 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 都想做这个视频 很多千元